日本船员发现自己被监视 显得有些紧张 听从舰长的命令 各就各位 谨慎应对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 不只是船相互之间时不时见面 还有飞机 由于两国在东海航空识别区的划定上存在重叠 中日两国军机进入航空识别区 都会引起对方警惕 或者伴随飞行监视 然而令人感到无奈的是 很多正常的军事训练 却容易被媒体夸大 围绕中国军机和舰船通过第一岛链 飞往太平洋进行训练的正常训练活动 日本某些媒体却不怀好意的大肆渲染 其核心目的仍然是想借此夸大中国军力 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抬头 创造舆论烟雾弹 对此我们要保持密切关注 图为海上自卫队所拍摄到的解放军海军054A型护卫舰 这次靠近敏感海域的是日本的加塞 号直升级护卫舰 从名字看好像是只是一艘护卫舰 其实不然 日本为了绕开二战后 限定其不能发展航母的相关法律束缚 于是给这艘直升级航母取名为护卫舰 熟悉二战的朋友看名字会觉得熟悉 因为它和另一艘叫出云号的战舰 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 只是最终在太平洋海战中被美国击沉 日本人再次给这一级的两艘直升级母舰取名为出 云和加赫 其用心值得警惕 加赫号直升级母舰虽然目前只能搭载全一直升级 发挥防御作用 但其具备改造为真正攻击型航母的潜力 美国F35B战机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 可以在两栖攻击舰和直升级母舰上起降 日本一直谋求得到F35B 并改装加赫号的甲板 使其可以搭载隐形战斗机 日本目前有四艘直升级母舰 还有三艘大鱼机运输船 这些船虽然不是标准航母 却都具备改造为航母的潜力 可以说是绕开和平线法 打擦边球 这次除了加赫号 随行还有两艘舰船 舰队在9月初访问了东南亚岛国菲律宾著名的苏比克港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是亲自登船 参观了加赫号 去年的时候 初云号访问菲律宾 杜特尔特也亲自登船参观 加赫号在结束访问后 将回到齐母港广岛县无事 这里驻扎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四护卫队群 进行短暂修整 然后再次出发 加赫号下一步计划 在8月到10月积极参加 由多国参与的海上演习 并且进入印度洋海域 日本海上自卫队想通过积极的走访 来展示肌肉 表现其存在感 加赫号还将访问印度 斯里兰卡和印尼等国 这既是一场军事秀 也是一场军舰外交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